外送員上公有單當然要接啊 但是如果接到一筆跨區訂單 而且還是15公里 那這單你還要接嗎 外送員接到這單 當下真的只有三條線 當時他人在三重 接到在林口公園路的跨區訂單 導航15公里騎車要27分鐘 接好餐要送到客戶的時候 他就秀出說要送到林口區這樣 我當下就會覺得傻眼啊 客戶就說那你就是 接實收然後取消掉這張單 然後把那個餐送回去 聯繫客人才說 疑似是壞了手機坐標跑掉 但林口客人怎能叫到三重的單 是否系統問題還未知 但若單從配送費來看 規則是外送員取餐費20元 取餐及送餐里程直線距離 若大於1.5公里 每公里平均多10塊 照這單來看 若真的跑起來 單就配送費是135元 同業們說應該是系統bug 但事件PO上網 有人說還看過更狂的 外送員從0300送到三峽 大快五十分鐘三百多元 對此外送平台還在釐清 但接到這種跑太遠的單 第一原則就是先找派單客服 若真的下決心要跑 以下畫面是錯誤示範 外送員違規騎機車 一路從建國高架 士林到台北交流道都沒下 一支毒秀被影 被後方車輛捕捉 吐槽是誰的外送叫這麼遠 不知他此趟行程終點在哪 但已被抓到這一天的單 恐怕全部賠上 TVBS新聞 廖廣斌 吳宣彤 太平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